B&W的我們俗稱的X3跟X4呢 佔了B&W去年一整年四分之一的銷售量 可見它有多受歡迎 那我們今天要試駕的是去年12月才推出的小改款車型 X4的M40i 上頭還有一款X4 M Competition 那這一次呢 針對X3跟X4總代理各引進的四款車型 那以動力編成來講就是20 30 今天試駕的M40 還有所謂的M款 各四款加起來一共是八款 那我們今天試駕等於是二哥X4 M40i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台車從外到內到底改了多少 第一印象就是加大的水箱罩 X4小改款它只是微微的加大 尤其我們今天試的這一款 它有所謂的M款套件 一個黑化的處理 讓這個水箱罩看起來更兇 但是沒有那麼的突兀 頭燈也是一個改款的部分 它變得更狹長 開玩笑講更像咪咪眼 選配一個非常昂貴的雷射頭燈 眼神更為銳利 寶桿 就像最近我們試過的新二系列Coupe 線條非常往下延伸 它感覺就是更為有力 有能有角 M的車型它選有這種所謂的M的空力套件 大量的這種黑化的處理 讓它看起來更兇悍 兩邊的後視鏡也是真的像M3那種 雙肋型的後視鏡造型 搭配它非常強硬剛強的形象 跟這種線條 你會覺得整個車頭真的變得更好看 基本上它車側的線條並沒有改變 但是藉由前後保桿重新設計 車長有稍微變短一點 那此外它的車身尺寸都一樣 底盤部分呢 還是搭載了跑車化的四輪驅動系統 那試駕車呢 它甚至也標配一個 跑車化的電子可調阻尼懸吊 輪框的形式不一樣 那甚至它選配一個紅色的M的卡鉗 那當然呢這台車最大的精華就是它引擎蓋裡面 這一顆3.0直6的單渦輪增壓引擎 最最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新增了一個48V輕油電系統 可以額外多出11匹馬力 讓你的發動跟起步加速間更平順 最令人著迷的一點就是 它是採取整個鞋背的造型 雖然它是以X3為基礎發展而來 但是這個鞋背的造型 讓它更有跑旅的這種感覺 小改款喔 呼應車頭的設計一樣 有一個全新的LED尾燈 然後它還有熏黑的設計 有立體多層次的造型 那感覺識別度蠻好的 後保桿也呼應前保桿 就是這種有點非常剛硬的切腳的造型 同時它也是一個黑化的處理 左右矩形的雙圍管 也是一個新式的設計 整台車的氛圍會變得更強悍 一如絕大部分的BMW車款 它的人體工學啊 操作介面還是一樣非常舊手 那當然小改款車型 它基本結構跟小改錢是一樣 但它新增了很多配備 比如說中控的這個12.3吋的大螢幕 iDrive 7.0 自動跟車 從儀表可以看到這種5AU系統 360度環景變速相做 改成比較平整的設計 BMW新世代的這種潮流 已經規格架得很高 Hey B&W 快 我覺得有點冷 我將會把溫度調高 並且將啟動座椅加熱 您會覺得更加舒適 這一套跑車座椅啊 無論是它的造型 還是說這種支撐啊 包覆性都非常好 雖然是一台休旅車 但是坐在裡面就很有跑車的FU 那當然啊 X4它還是一台休旅車 雖然它定位是鞋背跑旅 因此它的後座空間 還有行李箱 種種也非常實用啊 那後座椅背 其實稍微有點挺直啊 它只能往前傾倒 去做所謂行李箱的擴充 那此外呢 它的實用性 機能性基本上也是非常完備 從裡到外都是一個更跑格的設定 原廠雖然沒有特別著墨 在機械結構上有什麼不同 只有說在這個動力方面 全車系加熱48V輕油電系統 整台車除了動力更平順之外呢 開起來精緻度也有所提升了 行車模式卸到運動 稍微提升一下速度 哇賽 這一顆我們非常喜歡的B58 你一催速它 它馬上發出非常兇悍的咆哮 低轉速就可以釋出的扭力 就源源不絕而來 這一顆引擎加上 跑車化的八速手自排 真的可以說是天作之和 現在把行車模式切到一個 Sport Plus 最激進的模式 它再提升速度 哇你會發現這個引擎 在你催速之下 它彷彿就被喚醒一樣 整台車就會變得更有跑車性格 它這一套懸吊 處理路面的能力 好像也變得更高竿 小改前你會覺得車子好像 在Sport Plus過坑洞的時候 會比較有一些睡陣跟彈跳 但是小改之後你會覺得整個的 行路性 行路舒適性跟精緻度變得更好 跑了幾個彎啊 握著這個厚實的方向盤 真的感覺非常好喔 B&W的轉向系統 向來調校得非常精良喔 你可能也想不到 在這一部中型修旅車上面 真的也調得非常不錯 以高級進口中型SUV來看 交交者當然還是保時捷的摩扛 我覺得B&W的X4 它大概就是第二的位置 但是它融合了更高的行路性 更高的舒適性跟日常使用性 它整體感覺更均衡 整個外觀內裝 尤其是配備提上來之後呢 它的競爭力也更強 這幾款引進的車型當中 2030 M40跟X4 M來講 我個人是蠻推薦這一款 裝上六缸的X4 M40i 方方面面的表現都是剛剛好 那六缸的引擎非常飽滿 非常有力喔 裝在這種尺寸真的也是剛剛好 可快可慢喔 動靜皆宜 雖然擁有它的代價並不低啊 如果你選配一下 它可能已經快接近400萬喔 400萬當然你有很多其他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要一台中小型的這種跑旅 你又喜歡比較均衡的感覺 我覺得這台X4 M40i 真的是不錯的選擇 最快的推薦 呼唇